傑君 李旭男臣 詞 李旭男 曲 李旭男 曲 李旭男 詞 李旭男 曲 李旭男 曲 李旭男 大家好 我剛在找麥克風想說在哪裡 沒想到在我頭上想起來了 OK 很高興今天大家就能夠參加 我們這一屆的SECON的一個座談會 然后呢 我们这个自助堂会呢 主要的主题就如上面写的 就是我们在同学 我们希望能够自己会写扣之外呢 做一些open source的专案 也希望能够呢 身体力行去贡献给其他的学生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校务系统方面 可能是我们今天就有邀请到 三位曾经参与过 这个校务系统的一个 不管是老师 或者是技中的职员 或者是同学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就是 就废话不多说 我就先来请他们 自我介绍一下三位 那我们首先先请到 交大的黄玉伦主任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电机系黄玉伦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参加SIGCOM的这个座谈会 那希望等一下会中 如果有一些意见的交流 可以跟大家有一点互动 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 我的本职是交大电机系的老师 那我现在的副业呢 我就是兼我们学校的数位内容制作中心的主任 那同时也是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那同时也是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的秘书长 最近有一点小忙 不过呢 一直在活跃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面 那希望大家对开源 对开放式课程都能够多多支持 好谢谢大家 谢谢黄老师 我们接着欢迎了中央大学电算中心 张叶勇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中央大学计算力中心的技师张叶勇 我们在最近跟我的同仁 还有一些同学组成了一个团队 那我们专门是做一些资料开放的东西 包括一些OpenAPI的东西 我们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还有老师可以开发属于他们自己的应用 然后就不会再局限于说 学校为什么都不更新那些东西 或者是不用新的技术来写 那我们希望是未来可以让师生都可以 自己的服务自己写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再请到就是Danny Huang SigCon的创始总招 也在大同大学之前担任资讯社的社长 Danny 好各位好我是Danny 那因为在前年不小心种下了 SigCon这棵种子 然后现在就长这么大了 那也因为这一个角色的关系 所以还蛮容易跟各个学校的人接触 然后跟大家有所聊天 对那所以对于各个学校的经营系统的概况 还有一些情况稍微有些了解 对那我们身为学生我们都知道 我们对于学校很多系统有很多的怨言 然后有很多想要改进的地方 对OK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讲的话 就是大家会用那个问答系统发问 那我们会来讨论这些问题 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对那我们真的有很多预言想讲 那像那个那个什么疯狂橙色 好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OK那就请大家 OK好那大家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的名字叫Richard林旅强 那不过在台湾的open source圈里面 比较多人是叫我强哥 那当然就是说我跟Zikon也是结缘很久 就是从刚开始成立到现在 那我从成立到现在也是担任Zikon的顾问 那目前服务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叫Git Cafe 那今天这个议题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写code的 那我们也很关注说学生会写code之后 要如何去实作 其实实作code最好的方式呢 除了说接案赚钱之外 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到让你的同学们 你的身旁周遭的人都有感受 所以呢其实今天这场座堂会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呢 让大家去分享一下 在开发这种学校的一些系统 大概是如何一些情况 那所以呢这次也很感谢 Git Cafe 邀请到三位来一起分享 那我们有个系统呢 就是叫做骇客给问嘛 骇客给问嘛 OK因为今天我的电脑没办法连到上面 所以说这个网址呢 网址是在ask.siccom.org OK askask.siccom.org 那这样的一个网址大家可以上去看 然后上去看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问题是想要问台上的一些 不管是同学或老师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是有连线的 所以都看得到 那大家也去看别人问了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的问题 你觉得问了好 你就去加1按赞 上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也想问 那也想问的话我去看前面比较名次比较高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会筛选出来 然后呢适时的去跟大家一起讨论 所以大家就说可能我们今天就不开放口头提问 但是大家请多去利用这个资源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首先呢就是我们会讲说 学生参与效务资讯系统的开发 在你们不管是自己的经验上 或是你们面对学生 就是说在开发这个过程上 你们有什么经验 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我看到学生怎么做 或是你是学生 你们也怎么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觉得什么事情是学校有帮助到我们的 但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学校没有帮助到 或是站在学校或是电钻中心的立场 觉得怎么样去做 如何更好的去跟学校一起来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可能是先请Danny 就是说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讲 然后分享一下 那就麻烦 OK 那在我们 我是大同大学的学生 那以大同大学的情况来说 其实很多的效务系统开发 或者是一些新的效务内部用的系统 都是请学生 像硕士生或学士生的毕业专题 以专题的方式来做 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 当然就是无几心 因为这是你的毕专题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 那以我自己的情况就是 常常会觉得学校 你外包这种东西 然后把界面给它那么难用 那算了我重科好了 所以会把资料扒出来 或者是有些东西觉得很丑很难用 那就只好自己土炮来重科 那一切就只是因为自己有需求 就是因为自己有需求而已 所以没有给什么东西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去要求它 那在参与这场做会议会之前 其实也去有和电算中心老师聊过 那他其实经历过最近这一阵子 这些政治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东西 其实他对于OpenAPI这件事情 他也还蛮接受的 那只要资料不涉及敏感资讯 其实他们都还蛮愿意开放 but就是没有人力写API 对大概情况是这样 OK好 那可能也请就是张业勇先生分享一下 不管是你自己带的学生 在做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本身没有带过学生做系统 但是我们有承接过学生做的系统 那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学生随时会毕业 他随时会离开 但是那个系统会留下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承接的时候 会有第一个会不好意思回去问 因为他已经毕业了 那第二个他留下的资讯 留下的文件其实很少 第三个有时候他那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 就不会按照一般大家通用 一般的方式去写 就是很困难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 就是太核心太主要的东西 比较不建议由学生来写 那如果像是譬如教室租界 遗失物召领 或者是很平常 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核心业务 核心效务的话 其实是可以开放给学生去 甚至是全球委托给学生去写 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要考虑的点 就是后续违运的问题 就是它不是只存在一段时间 它是必须一直存在的 我觉得要考虑的点大概是这样子 那黄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 学生跟女人的互动 好 那我先说一下 我接了那个 这个 我先讲一下 我们那个数位内容制作中心的 主要业务 我们主要业务 是负责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学平台 那这个教学平台里面呢 就是老师会在上面 公告一些课程相关资讯 作业 那学生会把作业上传 然后在上面让老师去做皮改 等于算是一个师生互动的平台 那这样师生互动的平台呢 我们使用者大概来自于两大群 一群呢 就是我们的老师 那另外一群呢 就是我们的学生 那我接了这样一个职务之后呢 有一个同学就发现了 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你跑去接那个中心 我说对 那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那个系统很难用吗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 他就抱怨了很多这个系统 有多难用多难用 那所以呢 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想办法自己做一个 好 那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可以做 但是他没有资料 如果他要做另外一个很好的界面 那这个界面必须要能够 关联到后端的课程的资料库系统 使用者资料库系统 提库的部分 那学生没有办法有这个界面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努力 让我们一般不需要登入的时候 所可以取得的资讯 我们的学生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校已经开始 就是提供一部分的API 是让学生在不涉及敏感的资料的时候 他是可以去存取这样的一些data 然后可以去自由地去创作他自己的 他觉得很好用的系统 OK 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刚刚想要请到这个Danny分享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讲的部分是稍微比较宽泛的 那我觉得像你之前也做过一些很实际的case 像比如说台大的电子投票的一个框架等等 或者是一些实际的效务系统 然后刚刚你讲的部分比较像是说 一个怎么讲就是 不是那么具体的内容 那或许你们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case 然后来讲一下 大家会比较有感觉 实际的case其实是之前在Hack Jam 我做过一个Wi-Fi的登录 因为大家像如果你在这里连上 那个中研院的教育的无线网络的话 他要你登录 那在用学校的网络也是一样 就是你每次在那边输入自己的学生 学号啊密码干嘛 然后尤其当你用手机的时候 烦死了我的密码是什么 我设定那种用注音符号才能打的密码型 我就知道怎么打 然后所以每次就会碰到很痛苦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在Hack Jam的时候 这个HackZone 我就在48小时内写出了Ninux Windows Android 三个平台的快速登录 就自动登录 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就是 虽然我们后来用PEEP了 然后但是有被那个好像高音大Folk去做 那在他们学校好像做的 就是还蛮多同学在使用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例子 对 那我们学校我真的没有成功要出什么资料 去实际做它 对 但是他又写一个是经典版首页 因为外包厂商把连结藏得很里面 你要进去一个学生资讯系统 你要先校务 然后什么东西 点了大概三个link 你可以找到学生资讯系统这个连结 然后就觉得很烦 所以就写了一个进典版首页 然后他就只是把一堆link收集起来而已 那方便同学用一个网址就快速去找到它 对 就大概是这样 那之前是台大在推电子投票 那电子投票那个东西其实算是 学生自制的东西 对 那这个等一下在 等一下的议程 RS那场议程它可能会接通 是 对 那一个东西是学生自制 它就是他们 本来是用传统资本投票 那资本投票 开票 投完票 然后开票 开票完可能就凌晨12点了 对 那所以那非常花时间 所以当初就是找到开源社 然后找到 我不太确定中间过程 总之后来就是开始实际开发了 电子投票这个东西 对 那电子投票这个东西就是变成 我们必须要去取信 就是中间的架构设计 然后怎么积合 然后 等等之类的东西 我有稍微 出一些意见 然后去设计那个架构 对 然后最后统计票数的是 我用Showscript写的 对 然后就一秒开完票 对 就是把以前要开到凌晨的事情 一秒钟解决了 就很欢乐 对 这是实际一个安理 好 其实我现在是编在看我们的这个 骇客给问嘛 就是说里面也有一些 就是说有些同学好像那个问问题 我看不太懂好像是来乱的 不过现在已经不见了 然后 对 然后里面有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很适合 我现在就提出来跟三文做一个讨论 首先他可能叫做 这个英文不太会念 这个Zunru 他说了现行很多学校 就只有开放给食员来使用他一些资料 那要怎么样从学生的角度去推广跟改革呢 这个其实刚刚在午餐时间 我们也几位余谈人有先聊过啦 那我觉得说其实刚刚你就有讲到说 学校的系统有都是一层一层藏在某些地方 但是或许它藏在那地方的原因不是为了要藏 而是它可能就某种原因就 可能自己方便或什么就这样做了 那其实我也知道黄老师这边有做很多就是这种开放的 这种 比较非敏感性的 你不需要登录就可以取得的资料 我们会提供这样的API给同学自由去创作 那我想同学创意无限 他们的创作也可以回馈给学校其他的学生 OK 谢谢 我想从开放资料 开放跟推广两个面去谈 第一个是开放 其实中央一开始没有开放 我们以选课为例好了 我们一开始没有开放课程这种资料 那其实我跟我的团队最近在做 就是透过API的方式可以让师生去得到这些资料 那这是公开的资料 那如果是私人 譬如我的课表 某个人的课表的话 我们目前是规划透过OOS的方式 让开发者可以去用OOS的方式取得使用者的授权 这样他就可以去得到使用者的资料 那我们有这两种方式 那推广的话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跟中央大学的开源社合作 第一个我们希望他们在办这学期的社课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譬如读书会的方式来探讨学校API 不管是我缺什么API 或者是这个API的使用方式来做一些探讨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办比赛 就是一样可以用这些API来做一些比赛 来推广我们的API 大概是这样的 前面两个例子都还蛮乐观的 我碰到好像都没这么乐观 就是以大同的情况是 之前曾经有碰过就是我们希望做课表预选 因为在我们现阶段来说都已经这个年代了 然后我们课表预选很多时候还是自己打开Excel 或者是这些东西 然后开始把课复字贴上复字贴上 然后拼出自己的功课表 这件事情超级不make sense 所以我们就想要自己写一个预选系统 对然后所以问题来啦 我需要资料 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去爬那些资料 但是真的很痛苦 就是全部都是TRTDTRTD全部都是表格 然后你要把表格的东西转成Jason 然后再弄回来 就是一件超级痛苦的事情 然后所以好我们去找电算主任好了 然后去找电算主任 那个我们想要那个课表的资料 OK啊没有问题啊 然后他就回去研究一下 欸不行耶 那个我们目前那个老师的资料 他的unique ID是他的身份字号 对unique ID是老师的身份字号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员工编号这种东西 所以unique ID是老师的身份字号 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提供给学生 因为这太敏感了 是老师的身份字号 对所以就那时候就说 那我把资料库倒给你 还是就是来来会会沟通三四种方法吧 然后最后就是没下文了 那其实就是因为碰到这个敏感 有一栏敏感 就唯一那一栏敏感资料 所以就整个无法开放给我们使用 对那还有另外就是 其实都是这种对敏感资料的决定方式 像台大的电子投票系统也是啊 学生的UO卡卡 学生的学生诊 数学生诊 他都是可以逼的RFID卡 那这一个卡号对应学号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敏感资料 它到底算不算个资 这一个的定义也是很尴尬 那时候也是 就是台大那边也是跟学号弄了很久 才终于取得到 就透过一定的方式 然后才能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就是我碰到 我这边碰到的情况都没有这么乐观 就是没有办法写API出来 又或者是他们想开放 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写API 对 了解 那其实哦 刚刚讲到说各自或不能开放 就我之前 不论是跟一些学校的经验 或者是跟一些政府机关开会的经验 都有提到这一点 那基本上开放资料有几个要件 原则是要开放 但是如果牵涉到个人的隐私 牵涉到国家的安全 那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去开放 刚好这个是很特殊的例子 就我刚刚没聊到 我不晓得说原来这个老师的ID等于身份人之号 对 那其实哦 我们在当然 就是我们去跟学校要的时候呢 就是常常会有这种隐私问题 但刚起有同学有问到 就是说如果 因为现在学校很多都有Portal这样的系统 如果说你能够利用Portal 然后呢 直接把自己的APP给登陆自己开发的APP 就是说我不去验证 我让Portal来替我验证 那等于说学生进来 我就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但我这边没有他资料 因为是由Portal那边来验证 那为什么学校都不开放这种 Single Sign-On这种 OAuth Tool的这种服务 那是有什么安全疑虑吗 还是有技术困难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夜勇会比较 有考虑过这问题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其实我们学校有啊 你们学校有 对 就是你还可以透过Facebook登陆吗 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的那些APP应用 也是透过Portal去登陆 对 所以就是有 所以没什么好回答 OK 那其实我想讲的是 所谓的敏感资料 是 因为其实认证这张卡 这件事我们也有想过要做 就是 但通常是去读那个卡的卡号 某一组卡号 回去后面比对嘛 是 那究竟要比 回穿什么资料 这个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很久 那后来的结论是 以不超过那张卡上的资讯为主 就最多名字 单位大概就这样 不会再去 不会有什么ID 什么 身份认字号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把那种所谓的敏感去掉 其实那时候我们只是要 卡号对学号 没了 但是他们也觉得学号是个资 是 有可能学号是个资 因为现在个资法的定义是 只要足以识别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只要你找到一个公开 比如说各位如果在学校某些地方 看到系所已经公开了 这个学号等于这个名字 OK 其实这个名字也不一定能够等于谁 例如说一个人叫做 比如说林怡婷好了 可能你们都认识了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就是会有同名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法律实务的规定就是 某一组数字 可能是身份认字号 可能是学号 可能是什么 对上一组名字 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叫可识别资料 所以即便是业友刚刚讲的 就是说卡上面有的资讯 其实就已经可能是 有各自疑虑了 对 所以刚刚为什么 Danny会说卡号对学号都不行 他们也可能是这样想 那这边玉琳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学校也有提供 那个Sign案的这种服务 像我刚刚提到那个 那个学生做的那个专题系统 那他是自己自发性做的 那他做的第一个关卡就是 他必须要认真说 现在登录的这个学生 他是不是属于我们本校的学生 他要不要服务他 那这个时候我们事实上就有协助他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假设他可以透过我们后端使用者资料库的认证 我们就让他就会回传一个资讯给学生的系统 说这个使用者是跟我们系统所注册的使用者是同一个这样 我们有类似的API也有提供给学生 对 OK 对 那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至于个资这个事情 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对个资的想法 跟事实上学校行政单位在做个资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认知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我举个例来讲 各位同学现在 我们在座有满20岁的同学吗 有的可以举个手 那你们有注意到你们的成绩单上面是你们的名字 还是你们父母亲的名字吗 好 你们可能都不会回家拦截成绩单 我们其实前阵子有开一个会 我很压抑那个会居然需要讨论这种东西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为了要遵循个资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过滤学校所有 已满20岁跟未满20岁的同学 只要你20岁生日一到 那么你的学校成绩系统上面的收件人 就会变成你自己 如果你是19岁差一天还没20岁 那么那个收件人就会是学生自己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有些学生会觉得说这个很重要 你收件人应该是我不是我的父母亲 所以那个成绩单是只有我可以看 那以这一点来看 事实上学生的对个资的认知 还有学校行政单位对各自的认知 其实在这个点上面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对有些同学会不太注意这个事情 有些同学其实会很注意这个事情 那我要提一下 刚刚讲的是说是满20岁的是自己的名字还是家长的 是自己的 然后低于20岁就是家长的名字 对 对就是说有些同学会觉得这个好像 反正你就寄给我爸妈就好 那有些同学说不行啊 我20岁你就要寄给我 那所以在学校我们因为我们要应付很多的同学 那不能说完全满足所有同学的需求 所以行政单位会以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来做 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怎么规定 我们的消货系统要跟着怎么改 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消货系统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认知上的问题 那行政单位会有行政单位的管理的一些想法 那可能对学生来讲会稍微有点局限 好像这个不能提供你 那个不能提供你 大概会有这个落差在 了解 回来一下刚刚那个OOS这件事情 其实就我以一个开发者的角度来说 OOS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相信开发者嘛 因为你要把token交给开发者 但是如果当这个token的 像这个app的开发者是你的同学 或者是你的朋友之类的 其实这个token能不能交给他我都不知道 所以反而是我自己会不太敢用这种app 对 没错就是我会有这种疑虑 不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像同学跟同学之间 同学跟老师之间 他们还有各种不同的隐私的定义 有一项你们觉得成绩是隐私吗 好像很难打我们从管理的角度 我们会觉得成绩是个人的资料 它是隐私 所以呢学校管理单位会说我们不可以把成绩这样子的data公开给同学去做专题实验 好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同学是A跟B A会把他自己的成绩全部丢给B 然后请B帮他去制成什么样的表 因为他毕业要用 所以其实同学跟同学之间也许他们很要好 成绩就不是隐私 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开放呢 我都愿意给他了 可是呢从学校管理的角度 他们就觉得不可以给 因为可能有人不愿意 所以就不能给 所以预设就是不能给 所以变成说成绩到底是不是属于敏感系统 这个也存在了认知上的落塌 其实我们听下来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开发者 想要去try一些创意 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学校方面的一些考量 或者甚至同学方面的考量都会觉得说 这个隐私是不是对自己有些问题 所以其实大家要回头去想 就是你在进行一个创意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法规限制 或者说道德限制 你要去遵守 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叫true hacker 其实就知道说 hacker是要了解系统很多很详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一旦发现有一些问题 你不能够拿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这其实才是hacker的原因 而不是在这个厅外面 可能很多其他人不晓得hacker的意思 会以为是搞破坏的那种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某种程度就是在做一个事情上 以不侵害他人 这种出发点为考量会是比较好的 那我在这边也看到 有个同学也提出一些其他问题 例如说我们非常早期 包含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 常常学校会把东西外包给学生来做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有个同学就提问说 学生去做学校部分系统的雏形 然后像选课系统等等的 他可以做出更人性化或更友善的平台 但是你要把它整个破到原来的系统当中 是否可行 在这样的经验当中 比如说你们是如何帮助学生做到这个事 或是如何防止学生做坏这件事情 能不能也分享一下在学校单位的观点 黄老师可能可以先来 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学校的业务 对学生来讲 因为没有看到整个业务的全貌 我可能说我们都是会派一个专职的人员 他掌握了整个核心 然后我们的学生团队会进来 进来跟我们的专职人员一起合作 就是看说学生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们专职人员可以协助他 去厘清一些业务流程 作业流程上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有试过 如果只放给学生自己弄 那最后弄出来的东西就会很不切实际 那如果全部都有专职人员做的话呢 就会觉得这个系统好像还蛮 我们讲说什么老一派的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新的元素进来 所以我们让到现在觉得 如果能够有一个专职人员来掌握核心 然后跟我们的同学有密切配合 那目前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 看起来比较OK的一个开发的状况 是 那叶友这边有没有想要分享 事实上中央的选课系统 初期是有部分是请学生开始写的 就是选课面板的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要完全让学生来写的话 其实很困难 因为所谓的选课系统不是只有学生用 它有各系统 各个单位 还有包括助教 外校生 甚至家长的使用 它必须在这么多个角色中间 取得一个最大公约素 它不能说这个很人性 那个很好 怎样怎样 它必须顾到所有人的需求 才可以满足选课这个需求 所以没有办法说你讲什么 它就跟着做什么 而且最重要的事是要有课可以选 有课可以上 那至于怎么上怎么选 那个其实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不能说不重要 但对其中来说其实不是很重要 像Danny 你自己也有没有过 也是帮学校直接做行动打工啊 或等等这样的经验 那以及就学校如何跟你合作 或者维护假设你毕业之后 这个要怎么维护的问题 维护一直都是很尴尬的问题 那像刚刚 其实选课这件事情牵扯到的范围 实在太大了 因为光选课规则就白白中 对啊 我们学校选课还是在最古早 要先讲先音 对 所以以我们的server loading来说 就是开放抢课楼 然后对所有人冲进去抢 对 那对server来说负担非常重 所以当有一次 我们本来是一个年级隔十分钟 然后变成说好 所有人一起抢 那那一次就贪了 对 那一次就贪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看到 中药的选课API的时候我吓到 选课API 先抢先赢 还可以用API选的话 那不是烧热吗 可是那很明显 他们的不是先抢先赢 对 对 所以 其实选课东西牵的层面太广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学校也很难 真的丢出来给学生选 对 那实际跟学校合作的经验 我真的是没有 对 了解 那其实像刚刚讲到 就是因为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也有讲到一些话题 就是说其实维护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现在学校的系统 如果直接让学生来做 那会产生一个问题是 学生可能做完之后 他毕业了 他后面接手人根本看不懂 那个口是怎么样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学校 例如说开放API 用这种方式来open的话 其实也有可能会发现有好几套 例如说可能每一个团队 比如说教大 可能很多人会做这个 可能好几套选课系统 好几套什么系统 你也不见得知道用哪一个 因为每一个都是学生做的 那也就是说 我也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现在学校方面 是要如果要进行这类改革的话 是比较容易让学生进来 跟着行政人员或是资讯人员 一起把它做出来 这会比较容易做到改变呢 还是呢我们就直接去open API 给大家自己去玩自己去做 你觉得哪一种对于不管是学生 user或是老师user感受到改变 哪一种会比较大 或者是来的比较稳定 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也不是学生问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open API 因为今天我们打这个名号 当然在座一定都听过很多 开放资料啊 open source等等的 可是实际运作上 这是不是能够一蹴可及 马上用下去事情就会变好 那也是牵涉到大家的权益嘛 所以其实就这个层面 我也想听听看 就是老师 然后电算中心人员 还有学生的想法 那或许以后大家去跟学校要资料 或合作 希望把它做更好的时候 也会有更深的想法这样子 那你们哪位可以先share 其实我想讲的是 虽然我们有在做 所谓的选客API 但其实目前都是只有 get这个动作而已 并没有任何写入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想过 是不是可以开放大家写 加退选的东西 但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其他人用你所写的系统 去做一个加退选 发生问题之后 责任在谁那边 是在开发者身上 还是在集中这边 这会有一个责任认定的问题 所以其实 我觉得 就刚刚主持人问题 我是觉得可以 由开放的角度下去做 但是 做到哪个程度 做到什么地步 这个就是需要考虑的地方 就我的观点来说 开放API这件事情 其实是激发创意的东西 如果你把你的资料开放出来 学生有什么样的创意 你不知道 对 因为就我的来 我的情况来说就是 呃 我今天有联合上SERV了 为什么 然后 诶 学校网站也死掉了 好 我只好去Facebook的 学校社团问 哦 那个今天学校停电啊 所以我的SERV 联合上是正常的 好 然后 所以这样的情况来说 因为 他只会发在自己出事的公告 然后那个公告 谁会去看啊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每天在那边划Facebook Facebook Notification跳出来 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都会看到嘛 又或者是大家手机 又在在身上 手机收到一折简讯 告诉你 诶 学校明天停电哦 这不是 我们觉得这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如果学校把API 开放出来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 我们这种需要的东西 那 所以这是一个 你就可以 你把资料开放出来 学生用什么样的创意 你真的想不到 对 就是 如果你资料给了 就剩下的就交给学生吧 那如果这个创意真的很棒 真的很有用 学校要把这个东西用 比如说一定价格好了 就像创业一样嘛 现在推的啊 我政府开放资料 资料API给你 那你透过我的资料 去成功创业或干嘛的话 那我也很开心啊 对吧 所以 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学校很乐意去开放这样的API出来 那学生真的发挥他的创意 做出了什么东西 很棒的 我是觉得 Open Data或是Open API 其实最后 最后一定是可以做得到 只是说 我们如果从现在这个点 要到那个点的话 其实还是不适合过于激进 但是可以一步一步来做开放 那以我们学校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 通常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有效啦 那虽然可能我们一开始还在那边爬网页 爬Data 爬HTML 这件事情我超讨厌的 对 虽然一开始可能很痛苦 但是可能有一点点成效之后 我相信可以去撼动他们本来的想法 是 我觉得可以以一个团体的身份 不管你是加入开原社 或者是你们专题有要做什么 用团体的方式来跟学校提东西 会比较好一点 那像中央的话 我们最近也是有规划提案这个东西 也就是你觉得你学校缺什么 你想帮学校做 你写好你的计划案 拿给我们计中 我们计中评估之后 看有没有需要去帮你跟其他的行政单位谈 然后再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可以表达意见 那但是我建议是用团体的方式啦 因为有团体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有个人的话 其实行政单位比较不喜欢去为了一个人来做 但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团体 或者是为了一个专题来做的话 其实他们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那第二个是 你可以去找国外跟你的老师 跟你的行政单位的人说 国外有在做 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他们会比较愿意开始去做啦 因为就像Danny讲的 没有人喜欢当第一个 但是如果已经有第一个的话 那第二个第三个 其实就很容易去推 那黄老师 我呼应一下那个Danny刚刚讲了 就是说有时候同学在提一个方法的时候 可能比如像说你去找你的老师 或者是说你找到了学校的其他的行政单位 然后把你的想法就是跟他们说明这样 然后通常第一个可能会碰到一个人家就说 这个想法很好很好 然后就丢给你一个软钉子 不过我们可能不能怎么样 通常会遇到这个情况 那我是觉得说同学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不要放弃 因为也许这条路不通 那学校不是走这条路 其实还有很多路 那你可以再尝试其他的方式再去走走看 也许你就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现在在学校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必须要兼顾到 学校的行政的管理系统 不能让它受到破坏 因为这个是管理层面都是非常重视的 就是我的系统一旦不稳定 那被学生骂的一定更惨 所以我一方面要兼顾原管理系统的稳定度 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要 就是继续鼓励学生有一些创意 那这个时候呢 我后来想要一个责任性 就是会落在学生的这个团体里面 但是学生自己就变成 自己要真的去找到人 可以让你的系统一直survive下去 不是说你这个团队毕业了 这个系统就死掉了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话 因为我同学提到说 如果不open API 或者不做一些事情 open data 我就直接下去爬嘛 就是说其实也不是爬不到东西 有点像是Danny讲的 就是说我就去给它爬出来 这让我想到说 其实G0V在前年时候 刚成立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有爬资料大队 反正就是说 大家都说什么东西要爬 我就先把它爬下来 那这个爬资料下来 其实或许也会有一些 不管是隐私 或者是授权的一些问题 可是呢像我们这种实作的人 可能想说先爬下来 做出个东西秀给他看 那再说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路 可是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是刺激学校 而且我们可能要先去想 就是说这个东西 到底给学校的刺激是 他会觉得说 这东西很酷 还是说好恐怖 如果是觉得很恐怖 请你产生排斥感的话 或许也不见得那么容易 让学校接受 所以我会建议 就是各位有时候 在不管是学校社团 或经过实验室学长节 或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多去交流 都去聊 其实一定会知道 哪些的人 是对于哪些的老师 或行政人员 对这个东西 态度比较开放 然后去跟他们一起讨论 然后去把东西做出来 这可能会更快地去 你循序渐进地 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那当然啦 我并不反对 就是要把资料 整个爬下来就直接做 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有反效果 也是我们要去想的事情 OK 这是一个点 然后另外就是 像这个刚刚有几个问题 就回应到 刚刚也在讲的API 像有人讲到说 中央大学说有开放OAuth 但实际上只是拥有OAuth 并没有开放学生自由申请 并且使用 是这样子吗 还是不是 因为那个部分还在规划 我们预计是三月底四月的时候 跟着开原社的比赛一起出来 因为那个管理有点复杂 那你们讲一下 那个比赛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个他们是违由开原社去做 所以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API的部分 我们会逐步公布在我们的GitHub上面 我们又把它放上去 所以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GitHub搜寻 中央大学计算机中心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面做的一些事情 那因为我们人手不是很多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办法 一下就做到真的像国外那样很漂亮 很多个文件什么的 那文件我们正在补啦 但是功能已经有了 但是管理的部分 因为还有 我们还在想一些 譬如服务条款啊 或者是你使用量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做管控什么的 这些我们还在想 但是预计是三月四月会出来 是 其实我就觉得 就直到我离开学校之后 到了我前一会工作在中央研究院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组织很庞大的地方 然后我就忽然间能够更体谅到 在学校的不管是行政人员 或者是老师 其实往往是有志男生的居多 像我们这个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同学们有时候除了说 可能去偶尔还是抱怨 或者是好事啦 但是除了抱怨跟戳之外 有时候想想如何合作起来 然后帮助到把一个事情完成 我觉得这更是 更有意义的一个点 那此外有个同学问一些 技术性的问题 我想询问一下 就是在OpenAPI的基础之下 如何去增加程式重用呢 就是说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比如说Danny 能不能回复一下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就直接包成SDK 是 对 因为像科P的开放API出来 就马上有人包成Android SDK iOS SDK 对 那如果这个SDK是可用的话 那其实这已经完成 很大部分的重用了 那你会建议是 由社群或学生自己去做SDK 还是直接有学校出呢 我觉得学校愿意把Data开放出来 我已经是非常开心了 对 所以对我来说 就学生自己做也OK啦 因为反正Source Code就在那 SDK的Source Code就在那 那大家自己重新包 觉得哪边资料夹构不好 很臭 那或许也可以再去修正 对 是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 我这边因为我们的 那个学校的那个 整个效务系统啊 大概都是由学校专职 这边主要负责嘛 所以其实我会比较倾向是说 我们的那个OpenAPI 应该是要由 我们学校来负责来包 我觉得这样子会是比较好 只是说 对 因为 学生大概需要哪些API 行政人员不见得完全了解 那这个东西可以逐步的来扩增啊 对 那我是觉得说 第一个要先打通的是那个政策 对 就是管理政策 资料管理政策的问题 然后再过来呢 基本的API就可以先开出来了 对 但我会比较倾向就是说 行政人员应该要来做 当然这个 这个行政人员一定 一定觉得不好 因为增加他们工作负担嘛 但是这个东西做一次后面 其实有很多的好优势啊 就是他们以后的负担 真的可以少很多 应该也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得到 了解 那这边除外也有一个 也不能算题外话 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于IE only的效务系统 那要求学校重写 是不是不太现实 但是IE only 像我用这个 就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嘛 所以不一定是Linux嘛 那就是说 学生除了接受这个事 或装虚拟器之外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应对方式 或是在学校内怎么样去说 因为确实IE only是一个历史的大问题 IE only 其实要牵扯到电子公文 就是因为那是全台湾 应该是国家在用的一个系统 它必须为了电子公文 它必须维持在IE7 IE8 它不能就直接给它upgrade 这样它就不能去用电子公文 其实很多人 为什么行政单位 他们用的IE都很旧 是因为为了电子公文 那其实最近我们效务资讯组 对象中心的效务资讯组 也是说 因为IE一直要维持到 一直要维持旧的IE的东西 其实很累 所以我们也是有定下一个 就是IE9以后 我们才去维护 IE8以前的我们都不做 我们之后会是这样子推啊 因为还要再回去维护 IE7 IE6那实在太麻烦了 是 那黄老师这边有需要补充了吗 我都是拿电话起来打的那个 打去抱怨的那个 对 因为我自己用FileFox 所以我觉得IE9对我来讲 真的是很大的困扰 那我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学校 像我们老师用的很多系统 它还真的是 它就是不给你进入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的做法啦 就是重置层层嘛 所以就去联络其他老师 大家一起打电话这样 我是真的这样做 这不是笑话 对 我会跟老师讲 然后我会跟同学说 你看这个只能IE 只有IE可以用 那就赶快打电话 所以我们学校很常接到 我的投诉电话这样 是 对 那我们的时间没有生太多 所以同学如果要提问的话 赶快赶快放上来 那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现在资讯的 就是落差越来越大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在学校的行政人员 或资讯人员 可能他对于新技术的跟进 是没有那么快 所以导致会有很多学生 比如说什么东西 随便做一个APP 很漂亮就出来 或者说一个有responsive的网页 手机可以看等等的 那其实在这方面 学校现在政策上 会不会想要说去做一些这种改变 不论是透过学生帮忙 或者是找外包厂商帮忙 就是利用移动端的 这种去做更多的APP 然后学生如果可以的话 要怎么参与呢 对 就能不能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一个 我猜测应该都有讨论过 学校内 我先分享一下 我们中心的状况 我们中心其实在新技术方面 我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学生 那当然老师 比如像中心主任 他可能已经有听到一些新的技术了 那他就会讲 然后学生就会 他也会去找这些学生 那我们的行政人员 其实是 虽然说是跟得比较慢 但是其实我们的行政人员 尤其是我们教学平台 这一组的技术人员 其实他们还蛮上进的 他们自己会去进修一些新的东西 那毕竟学生写的code 他们要看得懂 他们要知道那个环境怎么用 所以他们是会去跟的 只是说他们可能 已经不在学生的位置上 所以他们对新的知识的接收 不见得会有那么的快 但是他们有听到 然后主任讲 那他们也会尝试去跟 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这个问题 我知道会有 但是没有到那么严重 是 以一个行政单位的角度来讲 其实要跟上现在的新东西 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装置 尺寸什么的 一直不断的推陈初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做 OpenAPI的原因 就是我们想要专注在 资料提供上面 那至于你要拿这个资料 做出什么样的应用 那是 我们是鼓励学生 鼓励老师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大概是这样 OK 其实现在学校常常都会说 新技术出来了 我们来开一门课好了 对 然后就开一门课 然后其实老师对新技术 其实一点都不熟 对 那既然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你不干脆就是 这些学生就真的拿这种技术 做出的那种东西 那你这一个学分就给他嘛 对不对 你都做出来了 然后而且这东西实际上线在run了 那你干嘛还要他去修 其他很多的课呢 对啊 所以在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如果学生能 透过自己实作的东西 然后做出一些成果 做出一些专案出来 那他有很多课 其实可以不用修吧 那他也可以有更多时间 去贡献在这些的开发上面 对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这有点困难 要改变有点困难 对 那我也想询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各位因为在 不管是自己的工作上 负责的OpenAPI 这类的事情 一定也会看看 其他国内 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学校 怎么做的 那你们分享一下一个 不管是国内的大方向 比如说哪些学校 做得特别好 或者是说在国外参考的对象 比如说哪些学校 是目前国内正在 就是说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这个方向往哪边走 就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分享 这样子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中央跟焦大支已经很强了 对对对 在我认知还有文化也是做的 已经有在做 文化吗 对 有些成果出来了 对 这几个学校真的愿意这样做 我觉得这已经很棒了 对应该是说 我提这个问题的原意是在于说 台下一定不止是焦大跟中央的学生 或许说你的学校是 这两位老师看了也觉得说 在某些地方做得也还不错 那你更有机会在你的校园里面 去落实这些事情 或许他们还在考虑 或许怎么样 但是或许推一把 那就不错 所以我讲的是 可能是如果国内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就是 国外的话 我建议可以搜寻 OpenCompass这个关键字 应该有蛮多学校在做的 我是有搜寻到一些 但是都是公开资料的部分 譬如建筑物啊 或者是餐厅什么的 大概是这样的 是 那老师就 OK 好 那可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目前只剩几分钟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一个 就是刚刚是一个 线上大家去分享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觉得说 或许有一些同学 还是可以就是直接 就是利用口头的方式 然后来对这几位老师 还有Danny来做个提问 对我也可以 那如果你现在有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简单开放个 大概两个问题左右 有没有人想要举手的 有没有人想要举手 还是大家都没准备好 好请问 请按一下那个麦克风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说 济中中心主导一个会议 可以让学生去参与它 那透过两边的讨论说 我们可能要决定说 学生可以拿到什么权限 那就是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那个 就是一个规划书 这个样子 那才不会说 学校要单打读豆 去跟学校谈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在讨论上 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 资料是不是济中的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谈 选客选客 选客系统 还有它产生 出来的所有资料 都是属于客户主的 基本上是不属于济中的 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 如果济中想要开一个会 让大家来提说 你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还要去跟其他行政单位说 你的东西可不可以开放出来 你的东西可不可以做成API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济中 说要做就可以开始做 我们还必须去跟其他行政单位谈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由济中开始 去听学生 你要什么 学生要什么 然后我们再以这个意见 来去跟行政单位谈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是 那黄老师 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 我不能帮济中回答 我觉得 执行面上可能不是很容易 就是济中要突然 主持一个会议 然后跟同学说 你们需要哪些东西 然后你们 你们过来 过来谈 这样子 同学们其实会有点 捕煞煞 就是事实上真的 真的当时候 有需要的同学 他也不见得说 在那个时候就ready 然后没有需要的同学 就会觉得这个会议 看起来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 感觉执行面上 好像不一定很容易 对 但是 我觉得假设有个论坛的话 累积到一定能量 能够面对面去谈 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点 是 但你有想想吗 还是 有没有 我在开放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同学 我视力不太好 有同学有问题吗 哪里 好 反正就直接讲好 我真的看不太 因为台上舞台太亮 找支麦克风 对 就按一下麦克风 让它变红就可以了 确定有 有 有了 喂喂 您刚提到资料授权方面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走ORS的话 那必须是学生 或者是 要使用这个服务人 要亲自按下 他愿意授权这件事情 那 请问这个 跟您刚说 可能会有授权不合的问题 是不是 可以被解决的 请问你问的是哪一位 刚 好像有一位 不好意思 我感冒 那有没有黄教授 好像是说 那个资料 有牵扯到一些 法律 或是授权相关 就是万一说 开放ORS 接面的话 我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像Facebook 你要使用这支应用程序 他告一说 我要读你的好友情单 然后你按同意 那就是同意了 所以或许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解决掉 学校说 我觉得这是隐私的资料 不能授权之类的 不 不 我觉得不方便 对不起 我再 我再 说更详细一点 关键是这样 就是说 同学即使点了 我愿意 那个学校都觉得 你 你应该不能愿意才对 所以 这个是 这个其实不是技术的问题 就是技术上 你当然 因为就好像你想要玩游戏 那你 你点了一个我愿意 然后 他就得到这个授权 对不对 可是学校有其他的考量 他会觉得说 不太 不太合适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没有突破 好 即使说我偶偶是可以做的 可是那个 那个 我们在 资料管理的策略上面 政策上面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把它 讨论清楚 那这个 这个你如果有参加过 那个教授的会议 你就知道 那个 那个非常的 多想法 很多想法 那要整个 完全弄到没有声音 其实 目前还没有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不是技术的问题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有说话吗 好 嗨 那你这边有 叶永有要补充什么 其实我不太清楚 OK 就是 我这边说明一下 我的观点 因为我之前也是研究 开放资料 跟隐私权的一些问题 那个 所谓我愿意 OK 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 为什么刚刚黄老师 要问大家 20岁以上的梅 是因为如果你是满20岁的 在民法上 你就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有 处分自己一切 不管是财产 什么做合法的法律行为 如果你在20岁以下呢 你还是一个就是 限制行为能力 所以呢 你可能呢 做对你有利的法律行为 法律是承认的 但做对你不利的 法律行为的时候 其实应该可以撤回 可是呢 什么叫撤回 我买了一台车 我可以撤回 没错啊 退前还车嘛 可是资料呢 资料怎么撤回 他说他撤回呢 你相信吗 OK 所以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部分 学校会特别谨慎的原因 是因为 这某种程度喔 讲白点 是个第三方 来要求 学校给出资料 而这个给出来的方式 是由这个本人来做同意 如果说 真的是 20岁以上了 这都还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如果这个 在20岁以下 是否完全是OK的 其实这个学校都还有 有顾虑 因为学校不能引导 或代替你来做这个事 事实上 如果你20岁以下 那个我同意的OK 要谁来按呢 是各位的法定代理人 也就是你的父母亲要来按 那这个在实物上 当然不可能 你会觉得说奇怪 那我用Facebook 我用Google 怎么都没遇到这个事情 但是我用这个 就遇到这个事 原因是因为你的父母亲 不会打电话 去Facebook骂人 可是 对 可是你的父母亲 真的可能 会到学校去读 或者去找立委 怎么样 就是这个其实是 差别很大 所以我是因为之前 做过香烈色研究 就也协助回答一些点 所以有时候 这要更加的慎重 那这是我的一点观点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 因为只剩下一点点了 我觉得我们就进入到一个 收尾的阶段了 那今天我还是代表CCon 很高兴能够 就欢迎三位 能够给我们这一些 很好的一些交流 会后我们都还会留下来 如果各位同学 希望能够跟各位老师 还有同学就一起交流的话 我觉得就是 大家可以这个 就是一起交流 那我想询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 最后你讲了一点的意见 如何去结合学生的创意 跟如何去推动OpenAPI 每一个语谈人 再给一分钟左右的 最后的一些建议 这样子 我觉得学生如果有需求 学生如果有创意 那其实继续保有你的热情 那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想办法去突破 积极地去突破 只是说 在突破的过程中 可能要注意 为了让你的理想 能够顺利地实现 就不要太激进 好 业友 可以来跟季中谈 你想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那我们随时都会在那边 对 谢谢 Danny 对 很重要的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保有那个热忱 然后持续做下去 对 然后或者是 你也可以自己去办一个比赛 发起一个比赛 或者不用比赛啦 就Hexon就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爬这条或干嘛 保有那个热忱 让这个东西持续walk下去 然后偶尔去戳戳一下 学校的那些单位 对 那当然不能忘记 就是 人与人之间沟通 干嘛的 是有些技巧的啦 找到对的人 或许比较有用 或者是想办法洗脑他 对 把他带来Sikon就对了 那最后我也是补充 说明一些点啦 就是 我觉得Sikon 其实大家今天能做在这边 就是我就是觉得 大家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啊 因为这是个假日嘛 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 我从Sikon一开始觉得说 一群热爱open source的学生 要做一个conference 就给予高度肯定 但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根本做不起来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后来呢 把Sikon做成了之后 我觉得很好 后来他们又说要办hackathon 我觉得也很好 然后竟然也办成了 然后呢又要办workshop 我觉得很好 反正都办成了 所以现在呢 Sikon有很多活动 不是只有今天这个活动 如果啊 你是今天才知道 然后你的朋友拉着你来 那欢迎你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conference 或许你可以上台来讲 我们有workshop 你也可以来讲 或者是说你来学习 然后呢 有定期的各地的聚会 那这个聚会当然都有很多 就在问Sikon同学就知道了 并且hackathon 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参加 因为写程式 重点是要做出作品 像比如说以我们现在公司 在真人为例 我们不太看说 他是什么学历的 因为到后来 学历只能代表说 这个人当时考试的时候 多努力 但努力有时候跟写程式 还是两件事 就是写程式有天分 又有努力很好 OK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要秀出来 所以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可以激发一些创意 跟写程式的一些功力 我觉得等到大四要毕业了 才来想这个问题 或许已经有点晚了 但不管怎么样 总比没有做开始好 所以我觉得像hackathon 一定要参加 甚至啊 Sikon还做了什么事情 有夏令营 冬令营这样的事情 就是去年的夏天 Sikon第一次办的夏令营 我也觉得非常厉害 很屌 他们的学员呢 从小学六年级的 一直到硕士班一年级都有 你有看过这种夏令营吗 带的是一群大学生 然后学员的年纪差这么多 我觉得在国内也是第一桩啦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社群 然后这个社群可以让大家就是 你不用去问说 我要怎么加入 你就是直接来 然后只要看大家在做什么事 有什么事情去join 或是你觉得该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问说 为什么你Sikon不做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说我加入Sikon之后 我来发起一个事情 邀请一些认同的人一起来做 然后把学生的力量做得更大 所以像中午我在跟三位吃饭的时候 我就讲到说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台湾整体社会的变化很大 学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比如说像去年的学生运动 导致后来的政策有一些转变 到选举结果有一些转变 相信各位都看得到资讯人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开始发挥的力量 那当然啦 有很多open source 开源界的人 是从十几年前 就开始一直耕耘耕耘 到现在才遍地开花 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做一个后继 我们要更去了解open source 去加入社群 然后呢 那这里就是一个 又是open source 又是技术开发 又是符合学生的社群 那希望大家呢 在各个学校 如果你的学校没有开源社 或没有好的资讯社 那你就是说 你可以去创立一个 然后邀请大家来 然后一层一层之间 我们跟Seekon之间 就有很好的关联 所以说今天的时间 我觉得就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啦 那我们就再次掌声鼓励 谢谢各位语坛人 谢谢